欸,老師為什麼每一次我拍你們都在開車呢? 沒錯啊,因為每次呢,特級的開始 老師就正在要去一個有沒有怎麼講,出任務的路上 那你們都知道老師其實呢 在西雅圖也非常多的職責 除了教書以外 其實在教書還有家庭以外的生活 也蠻豐富的好不好 就是說呢,老師現在今天其實有兩個 比較主要的這個活動 第一個就是呢 去到我們西雅圖以東的一個城市 去開一個理事會 也就是說呢,這個Moto Guzzi的這個理事長 最近前陣子有跟老師接下說 問我要不要當當地的這個有沒有 Moto Guzzi Owners Club 車主俱樂部的副會長 但是其實老師有點不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Moto Guzzi的這個族群在我們西雅圖 原則上來講都比較老一點對不對 但是他們也希望就是透過我的這個關係呢 可以拉進更多的這個年輕的族群 但是呢,老師也要鞏固我這個 Ducati這一邊的關係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我可以當你西雅圖的代表 那今天我們要去開會 順便研究一下我們6月即將舉辦的 Moto Guzzi Fest 也就是Moto Guzzi的一個大的這個聚會 聽說會非常非常厲害 那麼那個理事會結束以後 老師今天也受到友人的邀請 好像他有一個這個什麼 新的Application程式 要上市 那麼老師今天也順便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等會見 Let's go 現在老師已經到了這個Moto Guzzi的理事會會議 我們今天要怎麼講開會的現場 那這個地方其實老師之前已經有跟你們介紹過 就是Travel X Fruit Beer這個漢堡店 非常正點 如果呢,你不知道這一間到底是怎麼厲害的來頭呢 記得回去看老師最近一起的邊騎邊公購 來,我們下去跟一些老輝啊老人開會 Moto Guzzi 結束了嗎? 結束了結束了 哇,真的是一群老人 有沒有看到剛剛我們那個Guzzi Moto Guzzi的這個有沒有 車主俱樂部的董事會全部都是老人 我是最年輕的好不好 真的是有點誇張 但是呢,說真的 Moto Guzzi這個品牌其實也蠻吸引老師的啦 因為呢,不管是說他從 他也是義大利的一個 怎麼講工業對不對 那他的這個歷史也非常悠久 老師呢,未來再介紹我自己的這個Moto Guzzi的摩托車的時候呢 會再跟你們好好的詳細介紹一下這個品牌的由來 好,現在呢 我們要再往另外一個地方出發去 另外,今天另外一個聚會 那聽說這個地方呢 是Homeboy這個Mark對不對 Mark也很厲害 老師希望未來呢,也有機會可以怎麼講 專訪一下,來看一下他的這個車子的收藏 非常厲害 那他呢,好像最近研發了一個新的應用程式 就是一個APP 那老師呢,特地邀請老師去看一下 那老師現在就往這個方向去 Let's go 好啦,我們現在到了呢 這個Mark今天要怎麼講主持的這個會場 也就是Zadar 又是Zadar對不對 哇,看一下 我們Homeboy Carson的綠色怪物 非常的兇狠 我們等一下順便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拍喔 好,希望今天有車位 看起來好像兇多吉少 好啦,現在我們人已經來到了 老師常常來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Zadar 來我們拍一下 Zadar對不對 幫我們自己朋友宣傳一下 也就是高級跑車超跑租刃公司 那麼現在,As you can see 哇 兇車雲集對不對 尤其是前面的這兩台Skyline對不對 非常的兇狠 聽說這個車子其實在美國是不合法的 但是呢,我們的車主也就是今天喔 要怎麼講喔 Launch一個新的Application的這個車主呢 他其實是有辦法將這台車子開在路上的喔 至於怎麼樣的這個方式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在這邊我也沒辦法跟你們更多的介紹 不過現在我們走進來看一下 今天會場裡面的一些擺設好不好 欸 你看那邊 那一台綠色的東西 在此 Shout out to有人 Karsen 對不對 Karsen 如果有在看我們的這個有沒有 我行我素 過去老師我行我素的特輯當中 Karsen 這就是他自己的車 好不好 好像對綠色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好,我們現在走進來看一下 不過原則上呢 我們現在走進來Zardar這個地方 他們現在已經會場在準備 今天這個新的應用程式的 這個Launch大會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你看 Zardar裡面 你要什麼車子 所以原則上這邊都租認得到 好,來我們看一下喔 來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很期待 我們很期待 我們可以展示 你最多的 用途的 Ca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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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老師呢 拿到這個 Mark 跟他好朋友 Mo他們一起研發的這個應用程式 這個應用程式 在經過他們剛剛的發表會以後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而且呢 這個是設計專為這個有沒有 喜歡車子 還有車具 還有就是說 可以認識朋友的一個 怎麼講 非常好的一個應用程式 那麼現在呢 老師拿到他們一兩支這個手機 就是可以讓你們 讓我們這樣子玩一下操作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像他剛剛說的 這個程式其實還沒有正式的上市 但是呢 就是希望說 給我們一個preview 對不對 原則上來我們看一下喔 你看喔 他現在這一個app 就是很像一個google map的樣子 對不對 那麼呢 上面有非常多的點 那這個點呢 其實就代表說 這些車子 比如說你在尋找的一些特定的車館 它是locate哪裡 它是專屬於哪一個地區的 然後呢 其實呢 這個app還有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像feed 有沒有 就是類似一個小小的這一種 有沒有 新聞 那這個新聞上面呢 不只可以就是了解一下 最近在車界發生了什麼一些事情 以外呢 還有就是說當地的一些 比如說他們在講的這個 一個新的車劇的時候 他也可以透過feed去 真 就是說讓更多人知道 那除此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explore 我覺得這個最酷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像說 比如說像剛剛mark說的 如果你今天突然在路上看到一台 Bugali就這樣子衝過去對不對 你只要把它的顏色跟那個記起來 你就直接打一下說 我們西雅圖地帶 好 比如說你剛剛那台Bugali 是在西雅圖看到 你直接在這個app 就打Bugali Seattle Area 馬上就會出現那一個人的profile 你就可以直接去他的這個檔案 看他的這個 有沒有Instagram在哪裡 可以follow他 那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就是說 follow那一個人 那個特定的人 看他什麼時候有車距 什麼時候會把他車開出來 你就可以去追蹤他去看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酷 那我們現在來隨便點一個 比如說他現在這邊有一個ZACK 好 這個就是ZACK 他個人的檔案 你看按下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他自己擁有的車 是哪幾款 那你也可以看說他的event 有沒有 你看 這就是他最近ZACK要去的一些車距 那這些車距呢 不只給你就是特定的這個地址以外 還有就是說時間全部都會出現 那除此之外 他也會讓你告知你說 有哪幾個這個車主 就是你在追蹤的這些車主 也會去這個聚會 那我覺得這個APP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 好 那其實像剛剛我們在ZACK的檔案裡面 你如果按V的話 對不對 原則上他是可以PO一些相關的新聞 比如說他今天可能要在晚上哪一個地點呢 去辦一個活動 他都可以透過這一個連結去做出來 不過我覺得這真的很酷耶 Event按下去 所有ZACK要參加的這些 有沒有 車距全部都會出現以外 我還可以透過這一個APP 直接去他的這個檔案 看一下他擁有的是什麼車 真的好酷喔 教練 你平常要追蹤一個人的時候 你都會怎麼追蹤 去Instagram吧 對不對 就直接 對 就盲目的這一種 有沒有尋找 那其實這很困難 但是透過這個APP 你可以直接在你當地 有沒有 當地的地方直接 就是尋找你想要找的相關的車子 還有這些車主 他是來自哪裡喔 那我也希望說未來 對不對 這個Mark他們會考慮做一個 類似這樣的APP 但是是針對什麼 摩托車 對不對 針對摩托車 我覺得這還蠻酷的 希望未來這個Mark 還有Mo他們研發的這一個APP 未來 正式的上路的時候 老師再跟你們更深入的介紹一下 非常非常的酷喔 好啦現在我們終於有時間 把Mark從這個人群中拉出來 來跟他聊一下 不過首先我們先聊一下 他這台車子 超級超級帥 聽說這台車子在西雅圖 沒有幾台對不對 首先 慶幸喔 好不容易終於有時間 可以跟我們 我們說了很久 我們說我們一定要 就是說做一個解答 跟大家說說話 對 這台是就是 中文應該叫戰神 但是他老戰神 R34 R34 這車在日本 或者香港 東南亞都會比較常見 當然 但在北美就相當少 特別是 因為在美國 它有 它有Classic car 有25年 25年之前 就是 又泰的汽車 它是不讓你入境的 對 但是我們在夏圖這邊 我知道的話 有三台 你在這裡 你看到有兩台 然後還有一台 今天他沒有來 但是就說 這些車一般是在美國 是不可以擁有的 那麼我們是 這車是從加拿大 入境 然後我們就把車從加拿大開到美國 那我們很 就說很輕輕一點 就是說因為它 我們在下圖 所以離加拿大很近 所以說這些車可以 就在下圖 大一段時間 所以呢 其實我們今天是為了 這一個特定的場合 才把這個車子 弄過來的好不好 所以請大家 不要誤會喔 不過呢 我們來聊一下你的Carme 這一個應用程 我個人剛剛覺得 真的是非常有趣 而且我想要現在問你一下 未來會不會有可能 研發一個針對摩托車群組的一個APP 喔 我覺得這當然是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 這個科技 可以用於所有的 不同不同的那種Industry 對不對 你可以做Footra 可以做Motorcycle 可以做Bose 我們現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我對車子相當了解 或者就是說 Mo對車子相當了解 我們可以通過這一個 興趣愛好 把這個科技給發展很好 就是說比如說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做commenting 你可以做那種social media 如果這個東西 一旦做完了以後 我們可以就說 下一個我們做摩托車 下一個我們做其他東西 這樣 那我順便問你一下 就是說 現在針對Carme 這個應用程式 在市場上 有沒有類似的這個application 真的是我還不知道有 真的嗎 真的是沒有 因為我們 我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就是說 我們一直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下週不知道去哪一個car show 對不對 然後 我們一直在想 一件事情 去做這個application 然後我們想很久 我們覺得可能會 真的是因為 就是喜歡做車的人 可能就他不是car developer 他可能是一些finance person 或者是一些mechanical engineers 做app的人 可能就會比較 比他在想去做一些 其他的應用程式 會去做車對不對 可能恰好就是這樣 我們就找到了這個點 然後大家都沒有做 那麼我覺得我們先做一下試試看 然後從中去找有沒有 真的有這個市場 對 不過講到這個mark 他自己 私藏的幾台車子 其實都還蠻厲害的 老師呢 也非常希望呢 藉由一天呢 來好好的 了解一下他自己 車庫裡面的車款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大家 大概的透露一下 你現在 你現在自己的車庫裡面 有拿機動車 一定啦 一定 我們一定 下次好 下次好 他現在在賣關子就對了 已經有伏筆了 對對對 真的太開心了 當然這台車已經看到了 然後還有 還有一台是新戰神 對嗎 沒錯 我還有兩台 藍波靜儀 沒錯 你如果記得老師那個 我行我輸的開頭騙曲 有沒有 其實就是用他那台去拍的 太爽了 老師一直很希望 有朝一日 去拜訪一下他的車庫 所以呢 如果 我們的這個有沒有觀眾 想要看一下 Mark 他自己私藏的騎台車的話 記得在我的留言下面 轟炸一下 Alright 那我們可以大概跟大家 預料 預告一下說 這個CarMe的這個APP 大概是什麼時候 會將它正式的上路 對 我們大概是在三月 三月中 中旬大概會在美國上市 在美國下週上市 然後呢 我們在大概五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會到洛杉磯區 然後把洛杉磯這個測試區 打開 然後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應該在美國會整個 每次開放 然後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今年可以做得很好 明後兩年 就會做一些localization 這樣 這樣就會不同的影片 然後我們可能會做中文 可能會做簡體中文 可能會做反體中文 那時候你就 可能會在台灣啊 上海啊 北京啊 大家都可以做很多那種 對 因為我知道好多車友 對不對 對 而且我知道就是在中國 在台灣 就是飄移線很 就是大家是超流行 就是我覺得 那就是說 我們到時候如果可以做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 就是那種 XP system 對嘛 就是說你可以升級 然後你可以通過去 events 而升級 然後我們這種 XP ladder 整個的這個排行榜 應該是全球的 所以說你會全球性跟別人競爭 這樣就會相當苦 對不對 就是一些很大的一些 那種三年的 我們大家的計劃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來 先把下座做好 然後看到我們可能三年 你回到台灣 就會看到我們的app 太酷了太酷了 也非常期待有一天 一定可以看到 Carme這個app 謝謝謝謝謝謝 在全世界 就是非常的火燒 真的是 好再次感謝Mark 今天抽空讓我們 大概的專訪他一下 那麼未來呢 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呢 再跟Mark約個時間 那一定的 好你覺得有沒有什麼 要跟我們的粉絲說的 謝謝粉絲 謝謝你們的支持 對不對 我覺得 如果你是忠實喜歡 車友的車友們 對不對 我真心是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做一個app 可以讓廣大的車友 可以通過這一個平台 去更加享受 擁有車的一個過程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當然 車它本來是個物質的東西 它的這個 它通過車 叫到的朋友 學習到的經驗 懂得它的知識 是這個車可以帶來的 一個相當重要的東西 記住這一點 對 好不好 感謝Mark 再次感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好啦 再次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那麼老師也透過這個特輯 跟大家講說 你看老師平常 有沒有 平日就是這麼忙 那麼其實週末 如果沒有陪小孩子的話 也是這麼一回事 不管是老師 校內校外的生活也好 其實也都是非常多事情 要去做 對不對 那麼今天呢 老師為你們就是專訪的 這幾位人士 對不對 不管是Morokuzi的這個有沒有 President 他們的會長也好 或者是今天老師 自己的友人 Mark也好 對不對 其實他們也是 身重多者 也就是說 也非常多的工作 在他們身邊 都一直要忙 所以呢 也這次證明 對不對 能者多勞 但是呢 再累還是一樣 一句話 老師一樣一句話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 所以呢 不管你再怎麼忙 還是每天要留一點時間 給自己好不好 好啊 這是看你老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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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